一場攻城戰 又來到了黑輪峽灣 我們先把這A門打破 然後必須翻滾到兵後面 因為這關開門和抽卡一樣 門一破就有機率遇到颶風時陣 還分為四星和五星 不過這場對面並不想抽卡 所以我們可以稍稍的看一下對面的排兵 就表面上來看 只有一隊連弩在手A 那我手拿太刀兵袋遼動 向前推進 轉頭就看到對面這陣容 上有鐵砂 前有盾兵 後有條兵 說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隊友已經開始準備進攻 我因為還在害怕狀態 沒有往前去接團 回頭看一下對方的嫖兵 轉頭就看到關刀 像是走在路上的灶火被人直接打死 既然有人開團了 那我們必須立刻跟上 在這個窄口卡住他們 限制他們的輸出 對面也發現這點 想突破這窄口 顯示吃了一發千金罪 不過還好後續沒有刀盾 不然我不知道我還能飛多遠 這個窄口已經開始頂不住了 敵方在過段時間就會衝下來 當我思考要不要上前的時候 這一發投石 當我不具有智慧的大腦 陷入了迷茫狀態 這種投石我是真沒看過 我有點害怕被投石砸到 所以我像個弱者一樣躲到了最後面 不過看到沒事後 馬上往前假裝自己是猛男 敵方短暫的攻破窄口 不過我方的油罐手 當對面陷入火舞之中 既然優勢在我 那必須得趁勝追擊 敵方士兵以所剩無幾 只剩樓上的殘兵 在苟延殘喘 與隊友一起打上這窄口 將他們所剩無幾的希望 徹底消滅 警戶依舊 人世全非 那這鐵渣也得拆掉 樓上的戰鬥勝利了 不過樓下的草忽然變成了超長槍 它身為一個准意無異 先練習一下除草也是必須的 在這把曾經的草給割了 接下來就是後面的破舟 那些連弩在後面射了一世紀之久 也沒感受到一絲絲慚愧 將他們的肉盾清光後 就剩他們了 雖然位置看起來很近 但要在他們的弩林死予中 送他們上路還是有難度的 先不論武將的干擾 光他們給的緩速 我就已經快發飆了 並且還要馬來返場 要把他們趕出場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就是不可能的事 才會讓人想去嘗試 火方刀盾勇者 一往無前 就算知道自己沒有特殊的光環 在真世界上可能只是一個配角 但就是這樣 在無人看好的情況下 仍然一無反顧的向前 這 就是所謂的勇者 一發千金罪 立刻回去讀秒數 但我看到如此熱血的畫面 我也不可能後退 這次就輪到我來 快轉到第二波進攻 這次進攻就由我來發起 部戰騎士發動衝鋒 這次絕對要躲下這A點 隨後跟上了馬衝破敵陣 對敵方後面的步兵造成了干擾 勇動之身一人死守A點 在痛扁之勇動時 看到後方有對部戰 看起來他不懷好意 如果讓他打穿我們的後方 那我們就可以下一場 處理完勇動後 部戰要發動進攻了 但我的大招早就好 接下來 十番美景 我雖求而不得我卻 部戰的計劃徹底毀滅 在他被有全速擊倒時 就無任何翻盤的可能 敵方武將還使用千金罪 讓我體驗一下當球的感覺 吃光正對部戰後 馬上轉投出力B點過來的武將 回頭發現吊橋那邊發起了反攻 部戰騎士立刻使用衝鋒 和隊友一起並肩作戰 在部戰的衝鋒傷害下 敵方剛成型的反擊姿態 立刻轉變成了潰敗姿態 但敵點那邊又塞進一隊 馬爾他盾矛 這東西極難處理 不過A點內的敵方士兵 早已如當初的威風 只剩落魄的幾人 在A點內進行殊死搏鬥 這個A點在接下來的一分鐘內會奔出勝負 這波敵人也被我們打退 進行了數分鐘的混戰 雙方都相當疲憊 現在A點正在獨條 趁現在恢復一下狀態 敵方的最後一波攻勢來了 先讓馬進行破陣 隨後武將跳進點裡 跟我們進行漏搏 他們身後的士兵也快到了 雙方都知道 而這個A點將決定勝利的天平 敵方士兵一地打戰場 我們也使用同時進行防守 在鏡中平推完後 我們隨後出擊 讓敵方最後的反抗也化為烏有 在此看到一個過橋的武將 橋都過了讓我們就好心點 送你回去和孟婆再見一次面 畫面轉到第三波進攻 現在我們要攻下這個補擊點 不過敵方早已擺好防守陣型 強攻的話會讓我們的冰損消耗過大 但之取的話我也沒這個智商 所以我就只能選擇火力覆蓋 窮則戰術穿插 負責火力覆蓋的道理我還是懂的 現在就讓對面看看我的火炮 將軍炮準備完畢 第一炮給敵方增加壓力 現在只需要等待炮彈裝填 等等就能再次給出心態打擊 第二炮就是那隊進蹤 這炮空了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態確實受到了大量傷害 但把錯誤轉成姿勢後 我接下來的每炮都奇準無比 第三發精準的造成傷害 樓下的隊友正在進行試探 尋找對面的破綻 隊友決定發起進攻 而我這專業的炮兵 會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 這一炮精準的打到敵人身上 並且沒有轟到隊友 事實證明失敗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敗後卻不敢嘗試 敵人發起臨時前的反敷 哪怕勝率不止10% 對面也絲毫不退縮 為了給予這樣的敵人尊重 我們只能全力出擊 防守的士兵徹底倒下 只剩補擊點內的武將在掙扎 武將倒下齁 補擊點歸我們了 現在我要換出夥伴騎兵 這是新士星 待在武將旁邊會獲得BUFF 並且有一招主動技能 吩咐者之令 讓夥伴騎兵的BUFF增加100% 並且武將也能獲得BUFF 在此使用一次投石 雖然什麼都沒看到 但身為一個賭狗 就是喜歡去賭這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 結果表面上來看 打到了 但不多 現在讓我的夥伴騎吃一下BUFF 然後準備在適當的時機 衝上去給敵方致密一擊 我要罵他講的就是一個旗子 不過身為一個不推玩家 要這樣在後面等待 確實讓我心癢難耐 真的好想衝上去扁 光從下面就看到有瑞士在守馬 但我感受到時機已到 哪也不是只有收割效果 也有給隊友增加士氣的效果 就是現在 我要發動征服者之令 獲得大量BUFF 並且尺度由我來打投陣 使用月風重擊 讓敵人陷入擊倒狀態 不過看起來被擊倒的是我的馬 但士氣已經上來了 接下來我們的士兵 會讓剩下的敵人明白 我們的勝利已經無法阻擋 出戰騎士如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敵方的士氣在此刻降至冰點 弱坡的武將帶著殘兵開始跑跑 不過對面還有最後的騎士 為了激進他的忠誠 我就吃下你所有的傷害 然後在發現自己剩下一滴的情況下 害怕的跑走 這先馬就是他們最後的波紋 勝利的天平完全倒向我們 可以再讓我做個動作 在影片的最後 謝謝各位的訂閱 感謝各位的支持 下次見 謝謝 謝謝 謝謝